為了你安全起見 請務必跟我們撤離 我在這邊住30年都沒什麼事 幹嘛搞什麼撤離 請麻煩配合喔 不然我們要使用強制力強制力 我不要走 我不要走 麻煩配合 我不要走 國家進行暴力 居民情緒激動被遠景強制撤離 這是台北市信義區公所舉辦的圖石流 及三坡地老舊聚落疏散撤離演練 選擇在泰河裡舉辦 就是因為這裡鄰近四壽三級拇指山 還有兩條圖石流潛式溪流 去年10月颱風來襲時 還差點被列為紅色警戒強制撤離區域 因此今年的土石流及三坡地老舊聚落疏散撤離演練 特別把去年時機遭遇的問題納入演習項目 因為去年10月份泥沙颱風那一次 我們曾經有新義區這邊有三處 有拿到這個黃色警戒 那差一點我們就到達那個紅色警戒要強制撤離 那在黃色警戒的時候我們就有發現說 在疏散撤離的過程當中我們有碰到一些問題 那在今年度我們就把去年碰到的問題在今年加強演練 包括說就是我們事前做這一些 有關我們保存戶住宿資料的更新 以及我們實地的踏砍這個我們等一下還有事前資料的收集 泰河里長林正義表示因為這裡靠近三邊風雨一大 居民安全就會受到威脅 過去在勸導居民撤離時曾碰到堅持不走的李明 因此期盼透過演習強化居民仿災觀念 他說在家裡比較安全 他不希望撤離這樣 那你要怎麼對付他 後來也是因為有警察來一起強制把它撤離 我們離靠三邊問題比較多 所以如果進入演練的話可以讓李明可以知道說 以後如何撤離 如果真的遇到狀況要怎麼處理這樣子 除了疏散住戶外演習項目還包括預製沙包 抽水機操作及架設防水閘門等 現場更模擬了大量吐司在居民撤離後 傾斜而下的災害景況過程逼真 黃色警戒我們就會實地 需要由我們區公所以及消防局警察局 都來這邊做一些宣導的撤離 到紅色警戒的時候會演出一些 我們碰到萬一有民眾在抗拒 強制撤離這一塊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樣去因應 那這些都會是我們的重點 另外我們也有特別邀請新住民的通議 來替我們來做用多國語言來做這樣子的宣導 新義區公所方面表示 這次演習活動動員區內消防警察環保學校等單位 與林里長及社區發展協會共同參與 希望強化官民合作 培養災害應變能力與默契 在災害來臨時 能立刻動員迅速疏散 保障民眾生命安全 記者張啟臨 台北報導 老實在喉 直到 旁邊 不 在 迅速 我 我 在